好了,我們去看第四場賽事 第四場是杯賽來的 Law Asia杯 這一場票數都很均勢 起初期增最熱 但都有5.9倍 到最後階段期增5.8倍 但不是大熱門 因為潘頓座 其他一隻站剛最盛 票數追過他 不過還有5.1倍 其他碼筆方面 上拼上升9.7倍 第四場四班1650米 有一個杯醋叫Law Asia杯 一起步時 其中第一隻跳出來 很鎮定 但不會帶頭掛 因為有其他馬帶頭 哪隻帶頭雷弓作岩 但中間有原班人馬 和粉紅衣的總統之星想帶頭 穿翹飛到見你這麼踴躍 找位置放好過 暫時放了二碟 暫時是三碟 在內側鑽石達人管之星頂住他 然後馬星看到友誼之星 反而多多埋到難 在下面的三匹暫時上拼上升 和金銀城 就墮得比較有些 拍著在暫光聚省一齊 轉到對面的時候 前面這場總統之星 其實整場馬都沒有明顯帶頭馬 所以步速不會太快 總統之星捉住放 捉住第一位雷弓作 搞到雀翹飛到慢 頂頂上前面 貼爛第四奇珍 其實他有少少搶 不過是留得柱 原班人馬 這次來跑160 當堂不同了 跟前很多外檔 蓋上來鑽石達人 現在就走路 一人步速慢 25秒01 然後友誼之星打 看到前面走 拍了兩邊 有些反應 外檔管之星 跟著還有多多 他定點未動 尾三常拼上升 尾站光聚省 包緊尾還是金銀城 走出外檔 入彎的時候 前面帶頭 還在這隻著翹飛到 拍著總統之星鬥騎 鑽石達人加入戰團 反而旗珍 你們三個旗 我都沒站得住 等多一陣 雷弓作 原班人馬 友誼之星走出外檔 管之星 就在馬群中間 放入內檔 還有一隻常拼上升 入隊最後直落後 前面那隊腳軟 總統之星 著翹飛到只有鬥字 內檔旗珍 麻煩都沒聲 大條路走出來 後面上升馬 跟著那條路上升 外檔掩上升 暫光聚省多多 還有一百馬 前面旗珍 過幾馬去前面找贏 二三四名很接近 結果旗珍第一 第二名是潘頓 暫光聚省 上升第三 第四名才是外檔的多多 贏了 很難看到這些 八歲馬突然 可以伏得那麼緊要 馬房今年 頗細頭 這段時間好 初段時共國有少少立 預備了馬 取消賽事時 現在就立 那次懶得到 後來再跑 有些又沒有好檔位 因為全部抽了外檔 不過都搞了兩個月 現在抽回 例如旗珍 抽到好檔位 其實都是一個致性關鍵 對上那一晚 他抽到好檔位 但那一晚是不利場地 內檔是 沒有值得的 今天就沒什麼很大的差距 今天沒什麼差距就搞定了 而相對呢 譬如你這場後上的馬 就要走外疊 蝕底好多 多多 或者是暫光聚省 其實暫光聚省 這場馬真的很用心跑 你看他轉彎之後 擺正才移出來 那裡已經省下腳程了 因為他十二檔移 他有少許厚 他比較難跑 其實跑到第二都算很厲害了 有隻馬就沒有他那麼幸運 有隻管之星比較可憐 入到直路 一路都沒有位置 入到直路 其實雷公鑿好像 都少少被外面的鑽石達人封封了他的位置 黃色帽就是鑽石達人 鮮綠色衣服 紅眼罩就是雷公鑿 管之星如果不出去等多一會 他應該是他拿了常臂常勝的位置 真可憐 這裏來工作的位置不夠 因為外面有少許山過來 這裏收了工基本上騎不到 看看管之星移出去 但原班人馬就… 有些鑽石達人有些出去 封了 這裏拿命 但很近 你看看這個高角度 整個站在一起充滿 他困的那一部 外面那兩隻剛好走 開始走順那兩部 而且今天外面的跑線好 不差的 後面有馬追上來的 第二名是暫光最盛 第三名是賣變 上升上升 這個0607福利時廉馬斯賽馬團體的奇真 分斷時間 頭斷28秒05 第25秒01 第三至23秒76 末斷23秒76 總時間1分40秒58 當然 其真 其實主要團體成員都是紅黑直奸衣 蕭氏家族的成員 我記得幾年在沙田 我看到他的馬很強烈 就是輸了給紅黑直奸衣 兩隻馬欠一個位 他在裡面生輸了 改場馬定 這次其實都不是一隻二贏的馬 這麽多年來都是要很適合形勢 就得對才叫做贏到場 很多時候都慢慢緊 好像贏到今天 精緻利落 贏掉了 他今天贏第三場馬 但是另外等著15個位置 你說幾難贏 比例上就是二位難贏 過往他高些班 其實他都有些競爭力 三班他入到Q的 但是很難贏 但今天都是 你看到其實頭兩段步速 就不是很快 變成那裏他都吃到少少形勢 雖然你說就算見到後上馬 好像末段在外面都衝得很厲害 但是早段的步速始終都不是很快 他守住內欄位那裏就已經佔了來 這場回來就 嚴閣那隻金銀城雖然好像輸得遠一點 但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雷工作那些沒用說 放到位 瘦慢那些 那裏有提過 那裏就是入到直路的時候 那裏有啜啜啜啜啜 但根本就沒有銀索